现在开始报税季节 美南银行为社区民众请到著名会计师姚宁刚先生 及美林美银财务顾问赵海英女士 于17号上午在美南银行社区服务中心 讲解2014年报税应注意事项 以及2015年的投资规划方向 尤其就民众关心的健保报税问题进行讲解 讲座开始前提前到场的民众就开始向会计师姚宁刚 咨询奥巴马健保报税的相关问题 姚宁刚就对民众关心的问题开始讲解 2015年个人报税在1月20号正式开始了 今年最新最重要的变化是 奥巴马健保法从曾经政客政治上的争论 变成了每个报税者如今实实在在的申报 如何开始着手准备这个新项目的相关报税文件 成了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 会计师姚宁刚说 每个报税人需提供W2和健保证明 1044报税表也新增了1095表页 ABC分别作为民众不同健保种类的证明 分别是政府补助民众购买健保的证明 民众自主购买健保的证明 以及雇主提供健保的证明 如果你是符合条件 你已经买了奥巴马care了的话呢 那么就要填一个8962表 这个8962表呢就是把你这些印封媒信写上去 说我到底买的什么样的保险 那么我该拿多少补贴 那当然还要计算你的收入 那些收入算好以后呢 说你实际上应该拿多少补贴 当然当时计算的时候 估算的补贴是多少 如果你的补贴拿多了 那么就要退还给他 如果拿少了 那么在报税的时候要还给你 这是多退少补的这样一个关系 2015年度报税记将首次对 2014年度没有加入奥巴马健保的缴税人 予以罚款 2014年惩罚条款相对简单 个人罚款每人95美元 家庭罚款最高按三人计算 最多罚款285美元 符合豁免条款的无保险者将不会被罚 如果他说豁免 就是说他符合一些条件 比如讲你的收入真的低了 低于贫困线了 那么你本来可以去用Medicare的 所以他就不会罚款 那还有呢 比如说我是在国外工作 在国外已经有cover了 那么你也不需要 他目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得每个人被医疗保险来 就是包含着 这样的话 如果真要生病的话 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不适用豁免的人来说 2月15号是健保法 下一年度公开申请报名的最后一天 之后只有具有特殊情况的人可以登录 请还未购买健保的民众 在2月15号前务必申请注册 以免下一年报税时面临罚款 美南银行作为社区银行 一向以服务社区为宗旨 对于攸关民众切身福利的资讯 美南银行随时举办讲座 提供民众最及时及专业的讯息 美南银行是一个社区银行 到目前为止已经17年了 那community bank 最大的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community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也是想在银行跟客人之间 不光光只是说你来存钱 来这样一个客户之间的关系 我们想更多的呢 也是更多的服务我们的community 那么借助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呢 把更好的资讯呢 提供给我们社区的民众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移民 还有一些呢 虽然是老的移民 但是可能在英文上面呢 有一点点的困扰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资讯呢 他们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呢 就尽量把一些好的资讯 快速地传递到这个社区当中